辽宁舰等主力战舰,是否参加越舰式悲事关注? 本报记者郭月丹随至4月23日,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式临近,有关中国海军的一军斗,都受到外界关注。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7日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新闻与大众传媒斯宣布,俄中两国海军将于4月第15月初举行海涉联合年度演习。 虽然俄方没有公布具体的演习地点,但外界分析认为,从时间来看,有可能会在中国海军下跃举行的多国海军进驻活动之后。 报道称,有中国海军烧将严正名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此前已经抵达圣彼得保,与由俄海军烧将亚历山大叔瓦洛夫率领的和太平洋舰段海军总指挥部的军官代表团进行戳商。 两国代表从3月25日开始磋商演习各阶段的酬悲事宜。 在海上联合赴2019演习期间,俄中两国海军官兵将演练联合机动,组织通信,利用导弹和火炮盾海,空目标实施射击,机缩的保障登克目。 俄媒称,除水面舰之外,中国海军航空兵和俄中两国场合潜艇,也将参加该演习。 虽然俄媒体报道中并没有具体公布演习地点,但中国军事专家李杰,2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国海上联演会在都国海军活动后,紧接着举行可能性很大。 报道没有公布演习地点,但总和多方信息分析,这次海上联演的地点,应该在中国青岛。 首先,这是一次被延后的演习。 在2018年4月,中国国防部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吴谦证实,中俄两军计划年内在青岛举行海上联合赴2018海上联演。 但此后,这场已经在计划内的联合演习,并没有如期进行。 在2019年2月,中国国防部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曾询问,今年是奉会进行中俄海上联演。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回应称,具体合作项目,我们正与俄法保持沟通协调。 其次,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事演习,自2012年开始举行,目前已成为常态化机制,是中俄双边框架内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该军演每年一届,轮流在中俄相关海域举行。 按照轮流机制,海上联合赴2019演习,应该在中国附近海域举行,而按照中国海军三大舰队,以此担负演习主要任务的规律,此次演习应该又被海舰队挑大梁。 有分析认为,中国国防部此前宣布4月23日,将在青岛举行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中俄海上联演,非常可能在多国海军活动结束后上演。 中俄军方的互动活动,曾有过类似情况。 2017年7月30日,在结束中俄海上联合赴2017军事演习后,中国海军和飞舰、越成舰,在俄罗斯圣毕德堡、喀朗士塔德堡附近海域,参加了俄海军节清典海上阅兵。 阅兵结束后,运成舰在圣毕德堡,举行了开放式活动。 随着4月23日临近,各国参加中国海,军节竞典活动的胜月舰艇将很快揭晓。 李杰认为,俄罗斯参加演习的编队,应该在五六艘舰艇,参加越舰式的舰艇不会少于两艘。 对于越舰队伍中,是否会出现俄罗斯常规潜艇,李杰表示可能性不大。 此外,飞绿方面有分析预测,将会派出目前排水量最大的舰艇战略海运舰,而中国海军将派出哪些主力舰艇参加更是受到关注。 甚至网络上还有猜测,是否会有双航母加万顿大区参加。 不过,这可能都要等到中国军方官方发布,才能揭开谜底。 感谢观看